于瑶的郑先生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 去年在网上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 今年四月份网上的卖家陈某 突然又联系了郑先生 他突然发微信给我说 问我车子还在不在 就是说他朋友也想买一辆类似的车子 那我说车子还在的 过了几天嘛 然后他又联系我 意思就让我车子发动一下 看一下车子的情况 就给他拍一点那个视频过去嘛 就大概能了解一下车子的状况 结果在给对方发视频的当天晚上 郑先生发现摩托车不见了 根据被害人家周边的公共视频 发现有两名男子行踪比较可疑 事先在他们家附近周边 转了很多次 犯罪嫌疑人将机车 装上了一辆无牌的面包车之后 就直接上了高速离开了 那我们就怀疑这应该不是本地人作案 这时受害人郑先生才开始怀疑起 卖摩托车给他的那名湖南卖家 我们当时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具有作案嫌疑 因为这辆车不仅装有GPS定位系统 然后还特意在案发当天 让被害人发了一段机车的视频过去 余妖警方赶到嫌疑人的老家湖南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抓获了三名嫌疑人 陈某 肖某 王某三人是朋友关系 由于最近手头紧 就千里迢迢跑来鱼窑 把之前卖出的摩托车又偷了回去 犯罪嫌疑人在卖之前 还存留一把备用钥匙 犯罪嫌疑人也是通过这把备用钥匙 将这辆摩托车完好无神地开走的 目前摩托车已被追回 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188黄金眼综合报道 主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